我想如果是他的话就穿个平衡的 那我就不用偏讲了 我觉得我的身材长得也不够高 连夜长得没那么好看 不完美的地方还挺短 所以真要保持自己的 不完美的状态 现在时间是凌晨三点 牛逾老是一代化妆 其实有点想住 想让大家看出来 我很沮丧的状态 就是需要努力地告诉自己 尽量做到最好的 自己个人怎么速适时的时代 内奔婚术的内奋 刘宇 恭喜刘宇 恭喜队员 刘宇 刘宇 第一名 恭喜刘宇 刘宇 是 No.1 我们的中心卫视 刘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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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太棒了 刘宇 男人他没有耽误任何的节奏 刘宇 刘宇 我非常喜欢 今天看到我很开心 我觉得你融合得很好 刘宇 真的棒 刘宇 你简直真是天才 你知道吗 你太优秀了 刘宇 刘宇特别好的是把中国舞的范儿 在这个流行舞里显得那个流行舞的动作更大更流行 有一段真假浑身三个的转换 那一段真的很处宰 刘宇就是我说的那种个子不高 但是八道的要命的那种 就真的好八道 他一站到舞台上 就舞台是他的 胜负呢 冰家之长 我小时候读中国明珠三国演员的时候 就不喜欢去看 曹操说 雲雲平平 心怀大志 富有良谋 有包藏宇宙之际 吞吐天地之智者 这句话就一直鼓励着我 是我认为的 超级强劲 他具备的 天赋固然很重要 但我想要才更重要 只要我刘宇站在这里一分钟 我就会永远地超越上一分钟的刘宇 因为我知道 比我刘宇做得更好的 只有我刘宇本人 我也希望我可以去影响更多的人 也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我想让大家感受到正能量 就是很稀及阳光的那一面